平地造林木与造林书发木 常因力不及费而任其气质腐朽 若能将森林木质材料应用在木构造建筑 可达到固碳使森林永续利用 林业试验所利用高温干燥技术 可将小径低价值原木段 以高温干燥后材料外销 提高林农与木材加工业者的实力 提升材料的工艺价值 另因为贵重木材亦发生干燥缺点 也可以利用高温干燥技术可降低劈列发生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业试验所 对木材高温干燥技术有丰硕的研究成果 藉由多年研究之木材高温干燥操控参数 研发原木段之高温干燥技术 可以解决干燥木材时 因水分移动而产生水分梯度及干燥硬力 木材容易发生空潮裂或端裂的缺失 本技术之特色包含 以高温干燥技术 使原木段不发生劈裂 榨叶树原木段干燥后 树皮粘着不脱落 以材料原始含水滤情形 施以不同的潜处理 原木段最终干燥时间 中小径输发木 以本技术进行全材干燥 提升材料之附加价值 永续利用竹木材料 即可进一步达到防止地球暖化 在气候变迁环境下 可对减碳固碳有所贡献